不要你不要过来 每当我看清那女鬼的脸是于小神后 都会在这一刻惊喜 那真实的感觉仿佛那个躲在床底下的女孩就是我 三年以来 总是重复的这个诡异的梦魇 简直折磨的我不行 于小神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 他本名叫做于小青 只不过他平时神神叨叨的 宿舍的人就都叫他于小神这个魂名罢了 他除了喜欢喂养一只青色的小蛇作为宠物外 最诡异的是他还偶尔在半夜突然坐起来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原先我只以为这是他有梦游的毛病而已 直到有一次 我夜里团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麻吉先生的视频 很晚都没睡 突然见他坐起来 好像在跟人对话 你问我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反正你也就这几天了 毕竟五楼也不低了 这一次我很清楚的听到了他的对话 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直到三天后的凌晨两点 我们学校突然出了大事 住在我们这一栋五楼的一个女生 半夜从楼上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这个女生跳楼的时候 很诡异 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叫声 这几天整个宿舍楼的同学都很害怕 直到我一个同乡 住在跳楼的那个女生隔壁 他无意间跟我说 那个女生跳楼前的几个晚上 经常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 看着楼下一动不动 有人问他怎么了 他总是用一副平静无比的语气问别人 你说从五楼跳下去之后会怎么样 这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好奇 让听到这句话的人毛骨悚然 不管听到这句话的人有没有回答他 他都会自言自语的说一句 有人跟我说了 他让我试一试 据说他走出宿舍跳楼之前 被同宿舍的一个女孩看到了 还问他 这么晚了 你出去干嘛 这个女生回头笑了笑 没什么 我出去跟一个朋友聊聊天 听到这句话 我顿时感觉被挤一阵发凉 头皮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 因为这让我想到了 于小神那天晚上的梦话 难道是他在跟这个跳楼的女生在对话 从此之后 我就有些害怕于小神了 哪怕宿舍里其他同学都因为于小神的神神叨叨 或多或少的都在排挤他 我一直都对他磕磕气气的 从来不敢得罪他 那个跳楼的女同学 穿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最后学校和官方的调查结果是 那个女同学因为跟男朋友谈恋爱 他家里人极力反对 还非要他回去和别人结婚 并且因为这个矛盾 家里人也不供应他读书了 他也要求跟那个男朋友私奔 可是他男朋友拒绝了他 他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力 又想到自己想托付终身的人也不支持他 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 我没有见过那个女生的死状 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想 他就是出现在我梦里面的 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鬼 至于于小神 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 我的生活轨迹当中 当然我们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 也在这三年中陆陆续续地出世 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我只是不断地做着这个恐怖的梦 结局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 只不过这个梦的结尾一直在改变 要知道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 视频里面的他 或者说是我 是没有被这个女鬼找到的 一次次的都结束在女鬼 那消失在走廊的恐怖走路上 我会被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憋醒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个梦眼为什么会一直缠绕着我 那现在梦里的我被找到了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